打扰了 不会不会 谢谢你来帮忙 班淑还好吗 谁呀 是戴先生来帮忙打扫 那不是更多灰尘了 爸 你怎么不戴口罩呢 还不是你要在这个时候大扫厨 我大扫厨也是为了你的健康啊 我的健康 我的健康谁在乎了 自从我爸生病以后 脾气越来越固执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那这 这些书都是要丢掉的吗 这不是 小熊和熊爸爸要过一座桥 小熊觉得很害怕 因为小桥看起来很窄 小河里的水看起来很冷 熊爸爸知道小熊很害怕 就跟小熊说 我们来玩飞高高的游戏 小熊很高兴 因为他最喜欢和爸爸玩飞高高的游戏 每次玩飞高高的游戏 小熊都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在飞 等到熊爸爸放下小熊 小熊才发现 原来他们已经过桥了 因为熊爸爸的陪伴 小熊再也不害怕过桥了 小熊再也不害怕过桥了 爸 别害怕 人到小熊陪熊爸爸过桥了 人与人之间都有一座桥梁 而亲情这座桥最为坚固 即使陷入浓雾 风雨交加也不会被动摇